人类的文明进程 就是一次没有终点的旅途 每个地方都能听到文明的麦克力 我喜欢在中国旅行 喜欢看东方风韵的风景 走进山西就如同走进的一个中国历史博物馆 尤其是在镜中山河远回 孕育了一项小飞翼者的话遗产 就如人间烟火滋养得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文明 宽阔宏伟的大院抢述着辉煌的晋山过往 威尔的太昂山守护着古老的文化记忆 岁月经年相愁在资 这是属于镜中的独特风景 而每一处风景里都有一段故事 就像这里流传的牛郎之女的故事 演绎了一段男歌女之神仙美眷的伟大爱情 他们是藏在风景深处的生活 也是每一个现代人的精神家园 在一针一线的穿影之间 在这些手艺人和传统戏剧演员年复一年的展演中 生活就这样延续了上千年 文化也延续了上千年 成为这方水土的基因印记 这种印记 穿越四季轮回 春华秋时 代代相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金中这片土地 诞生了名贯历史的晋商 晋商也给后人留下了这些雕梁画栋的宅院 镇刻下传承了数百年的文化熏陶 从这些砖雕上可以看出 它不只是一幅图案 还是普通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梦想和追求 它们还会把这些有趣的故事画在建筑上 雕塑成形态各异的塑像 塑像里的影视 古城标局里的标识 还有这把锻造精美 削铁如泥的宝剑 以中国三大内加权之一的心意权 行意权为代表的镜中武术 讲究内心修为 所以在中国 人们也能把战争场面 演变成精彩的民间舞蹈 像这种踩着高桥的大钟而引出 每逢农历的重要节日 人们都涌到大街小巷上 上演各种各样的严重活动 在镜中介修 还有一个本特的节日 是为了祭奠一位了不起的人 后来 这个节日成了全国性的 专门用来祭祖的节日 清明节 焚香是祭祀祖先的必要仪式 香文化历经千年 现在 新香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煮一壶清茶 浅浊蔓吟 燃一柱清烟 新香一半 前程从容的心态 朴素的物产 遗养着这里的黎明百姓 百姓们 则以一种积极的审美意趣 使万物精华 拓胎于纯粹的普通物质 让平淡无奇的生活 变得绚丽多姿起来 也因此 生命才有了变化万千的营养和滋味 他们是古老文化的守望者 他们是年轻活力的接力者 我行走在镜中的每一个角落 也行走在时间的回想里 遇见他们 发现了 发现了 今天 这些仍然活色生香的古老文化 得益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施 得益于尽中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建设 更得益于 人们越来越强烈的 文化共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